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里头相关的内容 暴露了其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政治本质 过去五年多来 民进党当局不断地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进行谋独挑衅 他们否定九二共识 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这不是冒进 是什么 他们叫嚣所谓的两岸互不隶属 贩卖两国论 这不是冒进 是什么 他们勾结外部势力 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 企图把台湾同胞裹挟到反中谋独的邪路上去 这不是冒进 是什么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尽管海峡两岸目前尚未完全统一 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 中国领土 主权和领土从未分割 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是两岸同胞的主流民意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不断地进行谋独挑衅 造成台海局势紧张动荡 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与两岸主流民意是背道而驰的 祖国统一的必然和台独覆灭的宿命 是两岸关系发展大事和民族复兴历史进程所决定的 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历史大事 顺应时代潮流 和大陆同胞携手同心 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 为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祖国统一的光明未来 共同奋斗 好 下一题 新华社稷有提问 还是关于这个决议的问题 我们知道 以前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这个涉台内容表述引发两岸关注 请问如何解读这个决议中的涉台内容 如何贯彻全会精神 谢谢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六中全会 是在我们党百年华旦的重要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 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 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科学总结党的百年光辉历史经验 是党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团结带领人民踏上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致力解决台湾问题 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是中共百年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议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 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 汇聚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 有利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重大成就 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质不渝的历史担当 阐明了在民族复兴进程中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任务要求 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 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切实把全会的精神转化为 推进对台工作的强大力量 从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 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担民族大义 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 祖国统一 谢谢 好 下一题 好 谢谢 总台CGTN记者提问 习近平主席在中委元首视频会晤时强调 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和一个中国的核心问题是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国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有道理疑问就认为呢 大陆方面在国际场合重提老三句 意味着对台政策有可能进一步收紧 对此如何评论 谢谢 习近平主席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中 向美方深入地阐述了台湾问题的立场 明确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美方历届政府对此都有明确的承诺 无论是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 还是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都清楚地说明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 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呢 是一贯的明确的 就两岸关系而言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容分割 我们愿意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同时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坚定不移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势力 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 广大台湾同胞 应该和大陆台胞 大陆同胞一道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 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谢谢 谢谢发言人 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 接着中美元首视频会晤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上 就处理台湾问题提出 我们是有耐心地愿意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人措施 这是否意味着 大陆在统一问题上愿意等 谢谢 跟大家说明三点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也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 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 一定要实现 也一定能够实现 以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统一 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 全体中华儿民族的整体利益 所以我们是有耐心的 愿意以最大的诚意 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 国家和平统一的前景 我们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以两岸同胞扶植为一规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 为台海谋和平 为同胞谋福祉 为民族谋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呢 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的障碍 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当前台海紧张动荡的总根源 使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依美谋独修宪谋独 在台独分裂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 认清民进党当局 出于政治私利谋独的本质 认清台独分裂活动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以实际行动反对被台独裹挟 维护资深的利益 好 下一题 第二排 谢发言人 总台央视海家两岸记者提问 那此前不久大陆方面呢 是公布了第一批的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 像是苏贞昌 游熙坤 吴钊燮三个人呢就在列 有舆论分析认为那这只是第一批 那之后呢可能会有第二批第三批更多的 这种陆续公布清单上其他的台独顽固分子 那么想请问发言人是否可以予以证实 谢谢 苏贞昌 游熙坤 吴钊燮等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挑动两岸对立 破坏两岸关系 图谋分裂国家 危害台海和平 我们依法对其实施惩戒 可以明确的是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上绝不止这三个人 我们也注意到近期有个别台独分子跳得挺高 甚至声称呢对未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感到遗憾 别着急 有他们真正遗憾的时候 好 下一题 小片 谢谢发言人 山门卫视记者提问 在大陆新冠疫苗的接种是持续在进行 不少的民众也是已经开始接种了第三针的加强针 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 在大陆台胞接种疫苗的最新的情况 谢谢 据不完全统计呢 截止到11月15日 在大陆约有17.2万的台胞接种了疫苗 累计接种呢约33万剂次 那近期呢有台胞向我们反映说希望了解怎么样 在接种疫苗之后怎么样来取得这个接种疫苗的凭证 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陆有关部门对新冠疫苗接种人员的信息登记和报告工作呢 是有明确规定的 接种单位应当及时的记录接种相关信息 在接种完成之后 为接种者提供预防接种凭证 那么在大陆完成疫苗接种的台胞呢 可以在接种单位获取到疫苗接种凭证 也可以通过健康码小程序等途径 来查询到本人的疫苗接种的电子信息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呢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预防接种凭证的参考的格式 那么各个地方呢稍有不同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广东某接种单位出具的预防接种的凭证 是指质版 就是直接跟接种单位所要的一个凭证 那么这个呢是上海健康云APP软件 那个链接以后可以那个打印出来的电子凭证 然后这个是广东 北京健康宝小程序 通过链接那个打印出来的 预防接种的电子凭证 那么已经在大陆接种疫苗的台胞 如果有需求的话 可以按照这些方式呢 在各地获取到疫苗接种的凭证 如果呢遇到困难 可以找各地台办来寻求协助 谢谢 好 下一题 唐平 谢谢发言人 深圳卫视记者提问 台湾远东集团存储在大陆上海 江苏等无省市的化线纺织 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等方面 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而遭罚款 那请问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 之前国台办表示 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 在大陆牟利 那具体会采取什么措施 谢谢 近期上海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等五省市 有关执法部门开展了执法检查 发现台湾远东集团在当地投资的化纤纺织 水泥企业在环保土地利用 员工职业健康安全生产及消防税务 产品质量等方面存在一系列的违法违规的行为 有关执法部门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与法律为准审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 对涉事企业进行了处罚 那据初步了解 现已处以罚款及追缴税款 约4.74亿元人民币 并收回了其中一家企业的闲置建设用地 查处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 相关企业违法违规的情况 和予以处罚的法律依据 按照法定程序 公布在了相关执法部门的网站上 大家可以去查询了解 第二个问题 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 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台海 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我们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的经贸往来 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 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 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给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元 对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和金主 我们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严惩 好 下一题 谢谢发言人 多能威视记者提问 台胞还是非常关心农龄22条措施 希望从更多渠道了解各地的具体实施办法 那么请问各地在帮助台胞台企 了解参与相关的政策措施的实施方面 做了那些 谢谢 农龄22条措施出台以来 各地采取了多种的形式来帮助台胞台企 深入地了解政策 用好政策 据初步统计 江苏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广东 四川 陕西等省和山东的维方 广东的广州等地呢 结合当地的实际出台了相关的实施意见 操作指南或者政策解读 介绍具体事项的申报 办理流程 政策依据 咨询窗口等 将农龄22条措施呢具体化 便于实际操作 浙江 安徽 湖北 广东等13省 通过微信公众号 网站等 将北京 浙江 江西等八个省市 通过报刊 杂志 电视 电台等 开设了专栏 开播 刊播政策全文 政策解读文章 服务指南等 比如 湖北省舞台办微信公众号 鄂台一家 这些天呢就连续发布了 台包申请农机购置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 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 农产品仓储 保鲜冷链设施建设补贴 等这些的服务指南 非常的具体的实用 还有北京 河北 内蒙古 安徽 广东 青海等省区市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多次的走访 调研当地的台资农林企业 了解情况 征求意见 进行面对面的宣解 浙江 湖北 广东 广西 四川 云南 陕西等省区呢 举办了宣讲说明会 研讨会 培训会等40多场的活动 并编印发放了宣传册 北京 上海 云南 湖北等省市 组织了近30场推介会 对接会等活动 开展政策解读 促进农林项目对接 我们将持续的会同相关部门和地方 落实落细农林22条措施 也希望广大的台胞台企呢 用好用活相关的措施 深度参与分享农林22条措施 带来的机遇实现更大的发展 请发言人海峡卫视记者提问 自然资源部日前表示 将会同有关部门和福建省统筹研究 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重大交通等基础设施 纳入国家相关规划 福建省此前发布的 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中 也提到推进台海通道项目 那请发言人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推进两岸应通尽通包括基础设施联通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主张 符合两岸融合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大陆方面正在规划和推动 两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的工作 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平潭段 已经实现了公路铁路全段贯通 福建省有关方面已经完成与金门马祖通桥的初步设计方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 已规划了福州至台北支线建设 两岸之间早日建成更加便捷 更加通畅的交通网络 将为两岸同胞提供更好的交通运输资源和服务 造福两岸同胞 好 第二排 谢谢发言人 东方威视记者请问 11月18号立陶宛允许台湾 台湾当局设立立立陶宛 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 中方随后决定将中立两国的关系 降为代办级 那么就有台湾的学者认为 立陶宛敢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 主要是受背后美国的鼓动唆使 以及蔡英文当局的主动勾脸 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个评论 谢谢 关于中国与立陶宛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外交部发言人已经表明了严正立场 必须指出的是 民进党当局的有关行进 再次表明 其在国际上干的勾当 无论是打着民主的旗号 还是以贸易合作为掩护 实际上就是兜售两国论等台独主张 企图分裂国家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我们也奉劝 国际上任何挺台反华势力 以台制化 十分危险 是在玩火 而玩火者 必自分 好 发言人您好 中国台湾网记者提问 今年十月份 民进党所谓的 宪政改革小组召开大会 达成了所谓的六大共识 那我们也注意到 近日民进党提出的 所谓修宪草案 通过了台立法机构的一读 那么内容包括降低修宪门槛等 请问您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动向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谋读行径 包括降低门槛 为谋读打开方便之门 夹带偷渡 涉毒 谋读议题等 民进党为了谋取私利 不顾各方坚决反对和严正警告 一意孤行 必将致实其果 广大台湾同胞要高度警惕 自觉地反对和抵制 各种形式的修宪谋读行径 不要被民进党一步一步 绑上台独战车 大家人好 香港中平社记者提问 台湾当局经济事务主管部门 22日公布统计显示 今年前10个月核准 陆资赴台投增资金额为4,130万美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了66.68% 有党内媒体指出 民进党当局处于政治考量 持续收紧陆资赴台政策 引发台湾经商环境恶化疑虑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呢 实际上是有利于两岸企业优势互补 共同提升竞争力 也有利于增加岛内的就业 促进经济发展 本来是互利双赢的好事 但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出于谋独的政治考虑 对陆资赴台严密防范 严加限制 这些泛政治化 不友善的做法 明显恶化了岛内的营商环境 严重影响了 陆资赴台投资的意愿 谢谢发言人 海峡之声记者提问 我们都知道 企业是两岸经济合作的主体 也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工程 那么前几届的两岸企业峰会呢 都发挥出了两岸产业合作 和企业交流不可替代的平台的作用 那么今年两岸企业家峰会 何时举办 也是备受各方的瞩目 想请发言人介绍一下 目前的筹备情况 谢谢 向大家通报 金峰会双方商定 2021年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呢 领于12月7日 在江苏南京举办 今年峰会是由大陆方面主办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在南京台北分别设立主会场 两岸峰会理事会成员 峰会成员 企业家以及相关的学者代表将出席 峰会围绕把握新格局 与共享新机遇为主题 深入探讨两岸企业家 如何把握大陆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获得自身更大发展 目前峰会双方正在有序开展 各项的筹备工作 好 各位位 凤凰 谢谢 凤凰会计则记者提问 关于近期台美之间的互动 近日我们看到台美官员 是先后举行所谓的政治军事对话 国防检讨会谈 还有经济对话 台当局还称 美方没有因为中美元首的 视频会晤时间接近 而调整日程 说明台美关系是伪健的 请问国台办方面有这样的回应 谢谢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敦促美方切实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民进党当局依美谋独不会得逞 好 下一题 谢谢发言人 欢迎往记者提问 有报导称 新北枪击案枪守23日逃至厦门 目前在防疫酒店隔离 台湾警方伤请大陆协助抓人 请问发言人是否有最近消息透露 谢谢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的报导 有关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 好 两张 发言人你好 台湾东森电台提问 远东被查持续发酵在台湾 但是远东在台湾 其实没有人认为它是绿色的 因此大陆的这样做法 台湾有很多人担心 是不是会有可能造成一些支持 两岸发展或支持大陆的一些台商 反台投资 那么请问一下发言人怎么看法 另外就是这件事情陆委会也提出了说明 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恫吓台商 并且会提出一些所谓的反制措施 请问发言人担不担心 在台湾投资的一些路商 是不是也可能会被查 谢谢 第一个问题 我们欢迎和支持台湾台起来大陆投资发展 依法保障台湾台起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是没有改变的 愿意率先与台湾台起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为台湾台起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更多的造福两岸同胞 我们希望广大台包台起 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 以实际行动维护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二个问题 我们会密切地关注有关动向 大陆方面依法对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实施惩戒 态度明确 立场坚定 岛内一些势力公然为台独分子撑腰张目 必然遭到应有的打击 任何人 任何势力都不应该低估我们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地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好 下一题 第四位 初心社记者提问 大陆第三家证券交易所北交所 日前正式开始详情发言人 这对台子企业在大陆上市 以及未来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谢谢 北京证券交易所是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 专业化平台 主要聚焦制造业 信息技术 材料 医疗保健等 专精特心行业 为专业性较强在某一领域 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优质中小企业上市 加快对接资本市场带来重大利好 那么相关的政策是同等适用于台资企业 这意味着台资企业参与大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面临更大的空间 更好的机遇 我们欢迎广大的台胞台企 把握机遇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地参与 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 新华社记者二次提问 刚才有记者问到两岸企业家峰会的情况 我想问一下就是每年两岸明天交流的盛会 海峡论坛筹备的情况 就是发言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年海峡论坛将于何时举办 然后现在筹备情况如何 谢谢 海峡论坛现在具体的情况还没有确定 在筹备当中有具体消息会及时跟大家通报 谢谢发言人 东方卫视记得二次提问 2021年上海台北论坛即将在下月举行 然后请介绍一下目前的筹备情况 谢谢 近上海和台北有关方面商定呢 2021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将于12月1日 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在上海和台北都会设立会场 此次论坛呢 以新经济新发展为主题 将通过交流研讨 推动两市 在建筑可阅读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城市数字化转型 等方面的经验分享和交流互动 那么上海和台北两市呢 在多年来通过城市论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城市发展经验 巩固和拓展多个领域的合作 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那迄今呢 已经签订了36个交流合作备忘录 我们乐见两岸进一步深化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也相信这样的交流合作有利于增强两岸同胞的亲情扶植 促进两岸城市共同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好 萧薇 第三本 发言人您好 台湾中国时报提问 还是想追问一下有关这个台湾枪击案的嫌犯 黄姓男子他潜逃厦门的事情 想请问发言人 等到这个黄姓男子他21天的检疫时间期满之后 大陆方面是否会依照这个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 协助将黄贤迁返台湾受审 谢谢 刚才已经说了 有关的情况正在进一步核实当中 有进一步消息的话 我们会及时通报大家 好 来 第三本 发言人您好 台湾联合报 在台湾选举当中 大型的台湾企业蓝绿都压保 是目前政治生态的常态 并不代表企业主他的政治的倾向 远东集团多个案子同时被查一室 会否造成大规模的台商寒蝉效应 影响到两岸经济融合 跟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合作的这种方向 谢谢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欢迎和支持台胞台企来大陆投资发展 依法保障台胞台企正当权益的立场和态度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 我们会愿意率先与台胞台企分享大陆发展机遇 为台胞台企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持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我们希望广大台胞台企明辨是非站稳立场 与台独分裂势力划清界限 以实际行动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好 后面 谢谢 台湾TVBS提问 延续美台的话题 在稍早美国官方国务院公布 12月召开的民主峰会 台湾确定收邀 而且是以台湾的名字名列官网 而中国大陆未在名单内 请问大陆官方对此有何回应 谢谢 首先要指出美国网站所列的 这个涉台称谓是错误的 我们坚决反对 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个立场是一贯的 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的恪守 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谢谢 第四位女生 好 谢谢发言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当中 美国总统拜登是明确地表明 不支持台独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 美国国会的下属机构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日前是发布了一份500多页的年度报告 其中特别针对台海议题 提出了一系列的所谓建议 鼓动加强所谓台湾的防卫能力 强化对大陆的军事威胁 想请问一下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你提到的这个委员会呢 长期以来发表以事实不符 充满偏见的报告 这一类报告的涉台内容 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地干涉中国内政 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岛内的一些人拿着这个所谓的报告 来为谋读背书是非常可笑的 台独势力再怎么折腾 医美谋读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好 谢谢发言人东森新媒体 Edit Today第一次提问 还是延续远东 远东集团的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台湾五载大企业近八成 在大陆都有业务 那选举的时候其实蓝绿都有捐过款 就差在比例高低 制裁 那因为现在台商其实心里面 也会有一些寒蝉效应 大家也都会想知道 这个制裁名单的政治现金金主 是否有更明确的界定 那另外就是制裁名单有警惕效果 也可能是双面认 现在对于台湾老百姓认知也忧心 未来两岸是不是朝向选边站的模式 已经没有缓和空间 谢谢 好 第一个问题 我们呢 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 在大陆牟利 绝不允许台企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在岛内支持台独 破坏两岸关系 干吃饭砸锅的事 这个态度是明确的一贯的 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大企业呢 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相信这些企业的负责人 对该不该捐助台独顽固分子 是有清醒认识的 第二个问题 是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是反对还是支持台独分裂 在两岸关系中 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攸关台海地区和平稳定 和每一位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 本来就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我们真诚地希望 所有的台湾同胞 像珍视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视和平 像追求自己人生幸福一样 追求统一 积极地参与到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正义事业中来 第三位 第三位 三人好 我是台湾中视新闻提问 请问一下还是有关于远东集团的问题 因为台湾有评论 认为说大陆是借着查处 这个绿色金主来操控台湾的选举 那这样的打压台商呢 会引起反感 甚至有人呼吁台湾人要团结抵抗 请问一下发言人的看法 大家都非常清楚 对台湾的选举 我们的态度一向是不介入 没有这回事 依法打击台独顽固分子 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 目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为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为了维护两岸同胞的切身利益 为了打击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好 来 这边 谢谢 刚刚已经说了我们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的关联企业和金主 在大陆牟利 绝不允许台企一边在大陆赚钱 一边在岛内支持台独破坏两岸关系 这个台独是明确的一贯的 那么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和金主进行打击呢 会以事实为依据 与法律为准神 依法予以精准的打击 香港中平社二次提问 东部战区周围此前受访表示 坚决遏制台独行径 有效应对来自海上方向的任何挑衅 而东部战区日前也就组织军事活动明确定位为战备警循 对此有分析指出 这代表全天候备战值班 实战意味更强 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湾海峡进行战备警循和海空联合演练 是应对台独势力谋独挑衅的必要举措 我们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挫败任何人 任何势力 以任何形式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 好 请问 班长 您好 联合报二次提问 在中美元首线上会晤当中 习近平主席强调 我们是有耐心的 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 犯人可不可以界定 何谓要突破红线的具体行为 谢谢 台独分裂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 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 也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 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 国家德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 清晰了法律底线红线 任何人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 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希望更多台湾同胞认清台独分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 为了民族大义台湾前途和资深的利益福祉 挺身而出 与大陆同胞一道 铲除台独祸根 共同挫败台独图谋 谢谢发言人多能威视记者提问 台外事部门日前声称要加速完成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CPTPP的入会工作 并且宣称此事是所谓 台湾目前对外经贸战略重要目标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 必须以一个中国原则为前提 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区 参与任何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安排或者签署 有官方性质的自贸协议 还有问题吗 发言人您好 台湾中国时报二次提问 刚才有关这个 联合报所提出的突破红线 是具备在哪些情况之下 是叫做突破红线的做法 而发言人您也提到这个 反分裂国家法里面的一些规定 但是我们也知道 反分裂国家法里面对于 分裂国土的这样子的规定 是一个空白授权 它其实规定的非常的模糊 所以想请问发言人 所谓的这个突破红线 有没有一个量化的标准 比如说台湾向美国购买军火 达到一定的金额 或者是美军在台湾协助训练的人数 达到一定的数量 又或者是说 这个修宪降低公投门槛的提案过关 达到了哪一种的明确的标准 或是门槛叫做突破红线 谢谢 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 反分针对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 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 我们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那么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几种情形 明晰了法律的底线和红线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 那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